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来看这个面向当中啊 比较容易克服的女人啊 首先一个 相书有言 驴脸无子,马脸无后 就是说啊 女人啊 脸型比较长 脸型比较长的女人 心机颇深 这个比较刻薄挑剔 只顾自己的利益 不管他人的死活 而腮骨又称为这个反骨 这个腮骨呢 宽阔的女人呢 一般性格是容易强势八道的 有着坚强的这个 这种毅力啊 但是为人呢却非常的固执 听不进别人的预见 而且呢 报复心极重 缺乏感恩之心 这个一旦得罪这样的女人呢 就会 报复就来了啊 还有就是鼻梁起劫的啊 这个人也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品性 鼻梁起劫性格比较这个张扬多变 性格非常不稳定啊 情绪变化很快 而这种女人呢 表现欲非常的强 内心也是很自私啊 只注重个人的感受 城府比较深 手段多啊 为了利益呢 可以翻脸无情 性格呢 也是难以捉摸啊 不好相处 比较起劫的女人做事啊 往往会事与愿违 不得人心 一生啊 大多数是穷苦少才啊 那么还有就是水蛇腰啊 这个腿长身子短 仪式漂泊啊 这个是如果是女人呢 当然放到现在呢 可能身材比例非常好啊 这个从美观的角度来看 但是女人这个腰部 非常细长 比较灵活的话 这样的女人呢 心思非常细密啊 比较公于心计 喜欢算计别人 这个古时候有个谚语 是这样形容女人的 矮子肚里三把刀啊 这个矮子肚不过水蛇腰啊 这种女人的心机非常深 甚至连家里人都会算计啊 这种人所谓取的话 一定要慎种啊 这个是水蛇腰 也是容易这个风情 多情的这种啊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阴沟鼻 阴沟鼻呢 是这个自我的意识非常的强啊 万事以我自为中心啊 这个古相书也有说 阴沟 这个沟鼻着人心啊 明艳也有说 这个阴沟旁塞反骨不可教啊 这都是反骨的类型啊 这四种啊 四种面向呢 一个是水蛇腰啊 鼻梁起结 还有就是这个脸长啊 驴脸啊 还有就是阴沟鼻啊 这四种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涯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下面 像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